5月8日慈济雪龙分会举办万人御佛活动 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志工特别安排一份报恩礼 要送给出席御佛典礼的妈妈们 贵阳图一曲触动人心 母亲长满茧的双脚 孩子在亲子御族时 更深刻感受母亲养育的辛劳 哭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尽到所谓的消息 也是有看到几个短片 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其实不是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孩子 所以也是知道孩子当我们是理所当然 所以现在当然感触更多 我这样不要哭 你也是很教兴 教兴心了 用苦了这样 你现在知道做人的道理 是怎样就可以了 同样白发苍苍 儿子林金海已经为人阿公 为86岁高龄的妈妈玉族 回忆儿时母亲用爱拉拔长大 国体投地感厌母恩 清职御族拉近了母亲和孩子的心 也给子民们一个把爱说出口 还要付出行动的机会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综合报告